记者陈云桃园报道,桃园市国立阳明高中建国阳家境亲苦,仅靠多病的租母,离癌的母亲打零工为生,也曾因急欠房租,差点流落街头,读完高一时决定休学打工帮忙分担家计,这一年的经历却让他体认到像我这种家庭,没有专业永远无法翻转,因为心境的转变,复学后成绩从中后段飙到全班第一名, 也透过台湾大学希望入学管道录取物理治疗系,建国阳表示,由于祖父适度将家产挥霍殆尽,而长期酗酒父亲目前生活无法自理,其中一个妹妹又里有颠前,长期积劳成绩的母亲又要负担家计,又要照顾家人,因此她高一决定休学,外出工作帮忙分担,工作真的比读书类太多了,休学那一年, 郭阳曾到加油站,手机飙膜店,百货公司专柜工作,让她体会到没有专业很难在社会上立足,以及母亲过去的辛劳,因此复学后改变学习态度,如今成功达到目标,她说,未来一定要努力找到好工作,让一家人一起变好。